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曉晴 Bonnie 這次這三張畫是主要畫我畢業之後 那段時間內會重複看到的風景 因為我發現我以前到現在的作品 其實很多都是當我畫我斗的時候 看著景色 然後它會重重複複地出現在我生活裡面 然後我就拿了這個景色來做我畫畫的題材 就像我當時做兼職的時候 然後打發時間會看著面前的這個風景 看了八個小時這樣就把它畫下了 這個就是我回家的時候等小巴 可能時不時就會看到的風景 因為不是經常都是那個站 但是它也會不停地出現 另外那張就是在Studio的時候 看出去窗外面的風景 有時候我會覺得看著我眼前這個景 是會有一種被景吸進去的感覺 當我有這個感覺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整個世界是只有我 還有我眼前看到的東西 然後我就會開始想像這些燈、樹、車、高樓大廈 我會當它們好像一個人 我就會想像它們在想什麼 另外一個很大的元素就是夜晚 我的作品是很喜歡畫夜晚的 我自己都很喜歡夜晚 夜晚的顏色、夜晚的靜 因為我覺得夜晚的靜 是會令到整個人可以靜下來 當你靜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些平時看不到的東西 另外你會看到我的作品 會有很多燈的 即可能 怎麼都會有一盞很小的燈 燈對我來說 尤其是是城市的燈、夜晚的燈 對我的畫面和作品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燈、月亮 可能本身就很容易令到人 投放到情緒進去 但是有時候我看著景色 而這些燈有在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這些燈 是不是在傳遞東西給我呢 因為這種說不清 還有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 但是我又覺得這個感覺 是確實存在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創作的來源 就是因為說不清 所以我更加想用畫面 去將整個感覺、整個體驗留下 我自己的作品 不是很少會用一些很主動的顏色 去叫人來看 反而是我會想大家可以靜下來 或者是慢慢地發現 然後慢慢去進入我的世界裡面 去感受一下每樣東西和每樣東西之間的空間 或者畫面裡面的空間 就是想大家可以把我在晚上 在那個時刻 感受到的體驗和感受 用我的畫面去記載下來